《中国与世界》这个节目, 与你一起努力打开这道大门。 Hello,大家好。 今天又见我打单抛, 我经常说,不是我懒,我真的很努力, 很努力的就是找嘉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上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大家都是真材实料的。 今天,我其实又是已经一早约好一位嘉宾, 讲什麽呢?讲选举。 大家看到,香港很快速, 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又开始来了, 官方非常大力推动, 这个自以不代言,官方还有很多方便大家, 包括了星期日、投票日、 免费公共交通安排, 挺好的,大家都很感谢的。 所以,本来今天约了个嘉宾, 就上来去谈谈,选举前, 你说怎样去,怎样去做制造的气氛, 大家多些去讲一下。 结果,他后来又个人又觉得不方便, 我亦都理解了。 所以,这个不涉及到香港选举的, 不是涉及究竟你对于投票是怎样的。 我都觉得官方的大力推动等等, 我都很欣赏的。 如果不是,怎样会有免费交通安排呢? 是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今天亦都要讲这个民主, 或者一日涉及到这个, 是从一个延续到今时今日的新闻, 跟大家讲的是什麽呢? 就是刚刚没有多久, 就是在香港的选举前没有多久, 美国开了一个民主峰会的, 或者以美国牵头, 他就邀请了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参与的,视像的。 其中包括了台湾地区。 这一个来讲,中国亦都很快地, 甚至上抢先去做出一个回应, 包括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包括了中国官方怎样看美国民主, 当然是口诛不乏的。 跟着还有中国也马上找了大概117个, 是这样的,不是170多个国家, 这个是国家,不包括地区, 不是,有包括地区, 是与国际奥委会, 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团体, 去到联合国裡面, 找了170多个国家去联署一个, 北京东澳那些期间, 我们大家要有一个休战的决议, 即是在这段期间, 大家都宣传和平的, 所以在这段时候和前后大家兵庸不要相见等等。 所以看到整个部署的时候, 虽然这个新闻大家看起来好像有救的, 不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跟进新闻是尽量跟着很贴。 从那次已经开完那个会了, 那个会香港罗冠聪曾经都有发言, 开完那个会之后的续闻才是紧要。 这个亦都关心到香港本身的未来的政制发展。 官方现在说已经是优化了或者完善了选举制度, 希望以后达到善致。 所以这些角度都值得去关心的。 我为什麽说会有余波、会有族民出现呢? 美国开完会,你不是关心这些的时候, 你都不理它讲了什麽。 但是现在有三个动向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 你以为人家是美国开完会之后, 就跟着一谈死水,不是的。 原来还有很多续闻, 他刚才讲过是美国牵头, 跟着全球能够找到的合作伙伴都拉在一起, 跟着在这段时候, 他美国官员就周围去扩大那个涟漪。 那个涟漪大家去看, 地震或者海啸的先兆都是在海面很平静的, 所以一开始那个余波不是很重要, 但是慢慢慢慢大了, 然后去到岸边的时候就很重要了,变成海啸了。 看看具体什麽行动, 其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跟着来了南亚地区的访问, 那些除了讲外交之外, 其中一个很突出的, 就是讲要针对中国软实力, 中国软实力其实没有什麽, 他就是因为针对没有软实力, 所以现在这个民主议题将会在全世界范围, 在不同的领域裡面是扩大, 即是说可能是地区裡面的会议, 或者地区裡面的活动, 地区裡面的民间组织。 现在大家如果慢慢留意新闻, 你会發觉其实有很多是在海外慢慢出现的, 跟香港有关的组织, 人数不知,各有各。 所以,从这个来讲, 有些地方他也开始关心不同香港的领域, 譬如好像有些国际的新闻组织, 就开始有跟进香港新闻界动态的专题小组了, 你见我们都有很多跟进的动态跟得很紧的, 所以,这个预示着未来中国与西方世界打的人权民主的舆论宣传战, 跟以前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很不同的。 以前的人权牌、民主牌等等, 是欧美两边来与中国打, 结果那时候中国都顶住了, 你看看这个牌是由克林顿的时候开始打的, 结果打不了, 或者中国即刻那些小粉红, 你又影响不了政权的, 中国人继续受到民主裡面的引号、优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克林顿之后就是乔治布殊、奥巴马、特朗普, 一段时间已经不打这个民主牌了, 因为发觉没什麽用的,针对着中国, 跟着特朗普后期才打。 现在告诉大家,原来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它带出来这个民主人权牌, 它就不是单止是欧美来打,而是全世界打。 所以,为什麽今次一百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国际组织等等, 它还从官方力量裡面慢慢扩大到民间的层次, 这一个才是一个木锤铁钉钉钉木的做法。 为什麽这样讲呢?大家看国际政治, 你便会發觉跟中国很不同的, 国际政治就是说,由官方出于某一个意念或理念, 跟着它动员所有力量,包括民间力量去做。 而民间力量就不会直接听官方那支笛, 然后它领会了之后,用百花齐放的方法去做, 但中国就不是,中国就在中央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然后它动员下面来做, 如果有些跳出了范围,它就捏住, 是不是?爱国不会的。 所以未来这一个这样的民主、人权舆论宣传战, 将会预示住在未来2022年以至更长远, 因为为什麽呢? 明年很关键的中共二十大,下半年。 在这个之前会不会有什麽其他轻风作浪的事情呢? 这个值得注意。 同样是因为这个族民, 我们不妨可以留意人民日报裡面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挺有趣的, 作者就是中早部部长陈希, 它裡面讲什麽呢? 是讲如果作为中国长治港安, 领导层很重要, 如果有接班人, 接班人要有什麽什麽标准, 裡面的内容大家可以找回来看的, 我看不出有什麽新东西, 但是特别的地方就是接班工作暂时不是重要议题吧?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习近平的地位是相当稳健的, 找坐钓鱼船的。 这二十大裡面, 如无意外他都应该再继续做总书记, 因为党章裡面没有限定总书记的任期。 到明年二十大之后, 到后年2023, 全国人大的换届了, 即是政府班子、人大、政协等等, 基本上都换了。 那时候体验,究竟修改宪法之后, 国家主席两任, 那个任期两任, 这个限制取消了。 跟着2023是怎样? 亦都会看2022中共的二十大。 而陈希在这个时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 内容没有改现在的调子, 但是大家开始想一个问题, 这个不是我讲的, 国内很多, 大家看国内的网, 他说这个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暂时不需要想接班人的问题, 因为习近平会如无以外继续下去, 为什麽你陈希现在无端端讲接班问题? 只能够讲一件事, 就是这个问题仍然是各方包括党内, 包括国内老百姓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既然大家那麽关注, 我从官方角度都应该向大家解释一下, 不要想太多。 最接近现实或者真实就是这样, 说明这个问题仍然大家很关心, 仍然很敏感。 来不中有人从一些蛛丝马迹, 里面都很可能引申很多不同的想法, 包括什麽呢? 人民日报另外有一篇文章, 不过不是以社论, 不是以评论员, 不是以高级官员的身份, 而是一个学者的身份, 就是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 院长曲青山。 他一篇文章是讲学习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 刚刚举行完。 每年,每届都有这类文章出来的, 我们学习得好很多的, 看得好透的。 而这篇文章又引起了一个国内, 以至外界的关注了。 关注什麽呢? 就是说,整篇文章裡面就是讲改革开放, 讲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没有讲习近平的,是吧? 怎可以不讲习近平的? 于是这篇文章引起大家的关注, 不过,官方马上用其他的渠道, 告诉你,不用那麽多差差, 因为他这个是讲改革开放那段日子, 那段日子裡面就是以邓小平, 江泽民、胡锦涛是跟随邓小平, 所以这个是一个段代, 即所谓的年代,不同领导上三个领导人, 这个年代,即不是段代史的段代, 就在这个环境裡面,所以不提习近平。 大家可以说这个解释都可以讲得过去, 不过,脑子在人家里的, 我经常看国内的网,大家就开始问一个问题, 既然他都是自己一个学习文章, 都没有其他太多的想法的。 为什麽现在官方要那麽多的渠道, 包括来到香港,包括他周围深出去, 这篇文章没有特别意思的。 你说给人家没有特别意思,究竟是什麽意思呢? 我就觉得真的没有什麽特别含义, 只不过为什麽是官方自己紧张, 或者为官方擦鞋的人紧张呢? 这裡就说明了原来接班人标准各方面的问题, 究竟中国的民主是否真的落实到等等, 这些仍然很受关注,美国就对了。 所以,这个内外一结合起来来说, 明年或者以后会怎样去打民主人权牌, 我宣传知道,这个就是值得关注了。 好了,我们接着又可以看看,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 于是有我刚才所讲的争取言论空间等等。 不过我们看下去,中国讲很多东西, 包括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 他讲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 你外国哪是中国来的? 因为中国现在提出的全过程民主, 整个过程都有的, 你看看,有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实质、 直接、间接民主,全部都有的。 中国又再提出自己的标准, 你不要看美国这些,美国这些是骗你的, 假民主来的。 为什麽?要看看, 你竞选的人讲完了之后, 兑现程度有多少? 兑现程度有多少? 你讲完不算数的,或者落实不了的? 这些便是假民主了。 我觉得他这些讲法又没错。 好了,跟着又提出的, 你还要看看他自己主政的过程裡面, 人民的监督程度是怎样? 人民有没有广泛的参与等等。 现在美国,你看看他又是哪个党执政, 又是用哪个党的政策。 如果孤立这个角度, 我就觉得他讲得没错。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我只不过从这些, 中国自己觉得人家是不好, 西方不量东方量,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 这些言论裡面, 我马上就想起几件事。 第一,中国去指责外国的内容, 中国自己本身有没有烦呢? 现在问题是大家觉得, 你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你很可能是一步笑一千步。 如果你说中国的兑现, 大家兑现一下宪法, 宪法裡面很漂亮的, 包括了什麽集会、结社、言论、出版、 新闻,什麽自由都有的。 但是实质上有多少呢? 今天不多讲, 因为太长篇了,大家自己的感受。 大家的参与权、广泛参与, 中国呢?我常说,中国大家广泛参与, 顶多都是在远级或以下。 中国的选举法就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 所谓直接选举就是一人一票,很厉害的。 不过呢?原来是在远, 即是你的市之下, 或者你的城市裡面某一个区, 例如广州有天河区、百云区, 你那个区裡面, 理论上才叫做直选, 一人一票。 那个选举法很好,十个人可以提名。 但是如果你太多的时候, 就会经过筛选或预选,以致劝退。 是吧? 所以,究竟中国老百姓有几大的广泛参与权呢? 以致有几大的监督权呢? 如果中国解释不了这个问题, 而去指责外国的话, 只能够讲是同样一个面, 但是没有什麽血色的,即是说苍白的。 是吧? 所以,这裡亦都出现了, 即是你能不能够先修身, 即是做好了自己先。 然后,你对美国的批评我不反对的, 是吧? 我觉得真的没有一个制度是完善的, 或者是比较好的。 问题就是大家接不接受。 你说中国人民不接受你美国那种制度, 中国人民就说, 你有没有让我选过?是吧? 所以,这裡就更长远的问题了。 好了,一讲到这裡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一样东西, 中国说中国的制度是最民主的, 当之无愧的, 因为我们一旦发现了有贪污腐败, 违纪违法, 我一定要无论你官有多大, 权有多高,一定是处理的。 对。 我们有个案的, 会看到的, 譬如薄熙来, 或者过去周永康等等, 除了有没有其他因素, 大家信他们这些是贪官污吏来的。 好了,有这类案例, 但是大家又不会很轻易相信, 你是不是真的权有多大, 位有多高, 一旦揭发你都去情处, 是不是这样? 大家又不信的。 关键就是, 它说一旦揭发这四个字, 即是说, 不揭发那些呢? 或者揭发不了那些呢? 或者你是知而不揭那些呢? 那又如何? 是吧? 所以, 这一个其实就是让大家去想, 有没有选择性执法呢? 你是制度性反贪, 还是选择性反贪呢? 去到这个位的时候, 只能够去看实际行动了。 是吧? 所以,大家去看这裡的时候, 开始, 我常常都问, 我常常都很关心, 究竟中国可不可以有民主, 或者是向民主、真民主的角度去走下去呢? 从80年代开始, 我们已经跟进这个问题, 也跟当时很多人, 包括今时今日, 我们都跟很多人谈这个问题。 宏观的答案就是, 有, 不过不是现在, 也都相当难, 但是不是等于难, 就不去想,不去做。 好了, 我们就立刻想到有几样东西, 如果你说去打算全战, 不要说明天中国一定会要改, 我们当然希望改, 但是你着眼前, 官方能不能够因势利度去调整你的一些做法呢? 这个也可以体现到你的意愿。 好了, 我们立刻举一些例, 中国可不可以包装到, 或者做到自己真的有民间接受的民主, 可以。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你将80年代, 中国自己讲过出来的一些民主改革, 当时是社会广泛, 包括官方是有推动去讨论的, 有一些构想, 你可不可以拿出来实施, 或者尝试, 是什麽呢? 譬如说, 其中一个叫佔进民主论, 现在国内, 我想它已经盖了, 但是如果你再找一些历史, 或者在香港, 你找佔进民主论在80年代裡面, 是相当普遍的一个提法来的, 所谓佔进民主论, 就是说, 你既然在宪法裡面讲, 基层是直接选举, 是吧? 你便可以先在基层裡面, 大家记不记得前几年乌磡村, 广东乌磡村, 他就是按宪法的做法, 然后村级都未到远级, 即是远之下再细了, 在乌磡村实行一人一票民主, 于是当时选了林祖暖, 当时全世界都走到那裡採访, 中国民主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还是汪洋, 今时今日的政协主席汪洋做广东省委书记, 那时被人的感觉是比较开放的, 于是汪洋一看见, 哇,这麽大件事, 于是再派一个人去那裡跟进, 结果很多人都觉得有什麽了, 希望了, 好了, 这个新闻过去之后, 情况就变了, 是吧, 到最后林祖暖, 皆是下囚了, 皆是下囚了。 所以我就说, 如果你说要跟外国打这些宣传战, 你只需要将当年讲过的一些东西拿出来, 是吧, 你做吧, 或者不做, 讨论, 行不行呢? 这个就是讲你的政治包装, 是吧, 如果你连这个包装都不做的话, 你怎样跟它打这个实质的民主人权牌呢? 是吧, 这个史记第一, 可能我马上就想到, 其实中国共产党有能量的, 包括它自己都做过的, 是什麽呢? 这个就是80年代提过, 跟着到千禧年代都实现了的, 实现过, 不要说, 实现过的是什麽? 党内民主论, 党内民主论, 什麽叫党内民主论呢? 因为当时的理论就是, 你一下子开放了一定乱的, 倒不如这样吧,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 领导的群体, 主流的领导核心, 是不是可以先在党内裡面, 逐步小范围裡面, 尝试到大家接受民主, 然后慢慢慢慢扩大? 是做过的,是吧? 是怎样呢? 很简单, 大家找回资料, 我没有什麽秘密的, 大家找回资料, 你就看到, 曾经出现过海选这两个字, 什麽叫海选呢? 海选的范围是大些, 越来到高层, 越是控制越大。 但是如果你这一个党内民主, 这个做法不是对外的, 才是在内部尝试的, 行不行呢? 行。 所以, 于是有一次, 几时就, 免得太多了, 大家可以找回资料, 这些资料全部公开。 有一次, 政治局, 政治局大家都知道,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25位成员, 是吧? 跟着是中央委员会, 跟着是党代表大会等等各级的党委。 每一届换届的时候, 政治局的成员总有一些, 例如说年事已高, 要退下来了, 或者过新, 或者出了事, 周永康那些, 你要改选, 或者会有新人进去。 当时试过一种办法, 就是有多少个空缺, 即是因为年事, 因为退休等等, 退了出来的, 有多少个空缺, 于是有新人经过党内选举, 去填补这些政治局的空缺。 这个党内的安排都不是全部, 不是数千万党员, 是吧? 现在成九千多万党员, 都不是这样, 而只不过是由中央委员, 加后保委员, 加上三百人左右。 有他们, 大家可以提名, 又这样来选出来, 候选人, 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 不是党中央掌权的人的最后决定, 你都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好了, 试过的, 真是试过的, 是吧? 但是当然, 试了之后未必等于是合心水的, 有些人说, 你是塞一些私货进去, 是吧? 例如, 另计划就是这样, 是吧? 塞一些私货进去, 是这样, 这个详程不知了。 但是, 这一个所谓的党内的海选, 其实都是一个让人感觉到你愿意去走, 愿意尝试党内民主, 这些当时的报道, 香港、海外、包括国内都有这个报道的, 完全都不是什麽特别的秘密来的。 好了, 如果你能够拿这些东西出来的话, 大家都感觉到你去跟美国打这一场, 人权、民主、宣传、舆论战, 你的子弹是不是多些? 但是,你要拿出来,你要做的。 好了,你说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或者你觉得没有条件做, 我经常去看这些问题, 我都会看实质操作的环境的。 好了,假如你说现在不行, 我觉得其实你愿意做是可以的。 好了,即使退一万步,你说不行了, 是否可以让民间或者学术界先去讨论呢? 你不是说这个由官方讲出来, 如果你官方讲出来, 很可能形成了大家外面的一个预期, 这个预期可能过高的, 那你便可以让民间先讨论。 等于我刚才讲谷青山的那些文章, 你可以说它一家之然而已。 你如果能够这样做, 创造出一个气氛来讲, 你一定会改变到你的形象。 我马上举另一个例, 就是以前的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 中备章,这位仁兄原来是江泽民的大学同班同学来的。 是吧? 后来江泽民就扶尤直上了, 中备章也做过中宣部的新闻局局长, 当时也来过香港, 在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裡面做研究的。 后来江泽民就请他当时交通大学, 一批的同学去中南海讲中国的问题是怎样。 中备章就直接讲,应该实现宪政民主。 他讲很多当年苏联怎样崩溃等等。 他引述江泽民所讲的说话, 江泽民当时有两句说话, 中备章是很深印象的, 第一句就是不要将个人的名利看得太高了, 第二句就是中国为什麽会腐败出现呢? 就没有民主。 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王滬宁, 都在现场的。 本来大家吃饭,大家聊天时候没有, 后来江泽民说了, 请王滬宁来,王滬宁现在是政治局常委。 这些又不是什麽秘密来的, 因为中备章后来出了一本书, 叫做《与江泽民一席谈》,席位的席。 这本书在香港出版,全部公开可以买的。 所以,大家去看这些问题的时候, 连中宣部的官员, 新闻局局长,都算中高级, 跟江泽民都谈过这些问题。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为什麽不尝试, 你说不尝试都可以让大家去讨论。 所以,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只不过是说, 如果中国想去打这场民主、人权、舆论战的时候, 你自己要做好准备, 不是说, 中国当之无愧民主国家。 如果不是, 你越是这样,你越显得苍白。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来讲, 我少许提出, 中国要四知, 不要做四不知。 所谓四知、四不知是什麽呢? 知勇而不知谋, 你只是盲冲、直撞不行的。 知进而不知退, 有很多时候你稍微退一步, 是更加灵活的。 第三,知己而不知彼。 知道自己的形势, 但是人家怎样去围攻你, 你未必做好准备。 第四,知道眼前顺境, 现在眼前顺境是中国去抗拒、反制, 中国的条件比以前多了, 但是你不要不知道历史教训, 你以为这样自己可以控制一切, 到最后不行。 这裡涉及到最后一个观点, 就是往往尝试这些的时候, 80年代都想过找香港来做试验田, 是吧? 而中美国力之后, 我们也提过香港要做一个卸力点, 是吧? 为什麽不好好利用香港呢? 是吧? 现在马上那个选举完善了之后, 究竟完善了之后, 效果是怎样呢? 我们不是有任何倾向, 但我们只不过是继续观察,是吧?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 我们都是苦口婆心, 到最后能不能够有好的效果呢? 这个不是我们老百姓能够决定的,是吧? 所以,今天很快, 斩下半个小时了, 跟大家分享了这些话题。 下一次那位嘉宾, 如果他觉得方便的时候, 我们再请他上来, 总之希望言论空间仍然能够多样化, 你看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合法, 关键就是说, 不是说我们单方面希望解决, 我们无权力的, 到最后一定是要有这些具体, 你去得到民心的具体行动出现, 才有用的,是吧? 今天很多谢大家, 在自由亚洲电台中国与世界的节目裡面, 跟我同一个暂时答应了, 今天有暂时, 因为其他原因不能出席的。 所以, 总之多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